手练鞭法 取四根一米的绳子 找出其中一根绳子 头上预留27厘米 折过来 我们将双绳穿到平安扣里面 雀头结挂线 27厘米绳子是放上面 再同样的方法取一根绳子挂线 这次27厘米的绳子是放到下面 也等于说四根绳子中间两根是27厘米长 挂完之后 这里打一个包心蛇结 两边都是同样的挂线方法 挂完后固定好另一头 四根绳子以左右交叉的形式排序好 排好之后取一根40厘米的粉色绳子 雀头结挂线 再取一根40厘米金色绳子 如图挂线 挂好之后 我们收紧两边红色绳子 再取左边两根绳子当主轴线 金色绳子在红绳子上统一根绳子 后面接着四根红绳子 以左右交叉的顺序排好 排好之后我们取黄色的金线在上面统一次收紧 再取粉色绳子在上面统一次收紧粉色绳子 统完后再取左边金色绳子绳一次 统一次收紧金色绳子 接着再统一次粉色绳子 都统完之后收紧两边红绳子 都统完之后收紧两边红色的绳子 都统完之后收紧两边红色的绳子 一直都是同样的绵法 一直都是同样的绵法 右边也是同样的绕线方法 绕完之后红绳子左右交叉排序好 绕完之后红绳子左右交叉排序好 这里开始做双向平洁 再统一次 左边金色绳子绕一次 粉色绳子再统一次 收紧两边红色的绳子 第二朵小花就编好了 后面的花瓣都是同样的编法 编完之后找出左右两边红绳长的中间绳子固定好 这里开始做双向平洁 双向平洁的编法非常的简单 仔细看手法哟 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 我们取下这个整体部分 将中间的两根红色绳子用手摁住 下面的粉色绳子 金色绳子和左右两边的绳子都剪掉 打火机烤一下绳头 防止绳子脱落 两边都是同样的编法 这个整体编好之后两个绳头交叉 这里呢打一公分左右长的一个双向平洁 做一个伸缩 做一个伸缩扣 做一个伸缩扣 这个伸缩扣 这个伸缩扣就编好了哟 我们将尾部的绳头两根合到一起 以抱大腿的方式烫粘 穿上一根我们的小珠子 珠子大概在3.5公分处 我们打一个舌节固定 两边珠子穿完之后 剪掉绳头打火机烫一下 这个漂亮的手链就完成了哟 你学会了吗